以后把这种蚕豆买回来 不要煮着吃了 像我这样做 清爽又好吃 新鲜的蚕豆先去掉外皮 水里加点盐和油 这样能使焯出来的蚕豆翠绿不发黑 焯个30秒马上就捞出来 放入凉水中浸泡一下 放心红小米辣 葱花 蒜末 来几粒花椒 淋上热油激发香味 再放盐白糖 生抽 少许的麻油 拿你老公的双手拌匀就可以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快点去做吧 即使买回去不要总是红烧可乐了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有吃过 外酥里嫩 放凉了也不会软 碗中放蒜末 姜末 葱花 浇热油激发香味 再放盐 胡椒粉 毛油 尿酒 生抽 搅拌均匀淋在鸡汁上面 左手抓匀腌制十分钟 把这些渣渣去干净 打入一个我家母鸡刚刚下的蛋 再放一勺面粉和一勺淀粉 抓匀至每块鸡汁上都裹上面糊 五成油温下锅炸 我每天都在叫你们试用的家常菜 麻烦您给个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炸至这种外表金黄酥脆即可捞出 鸡汁这样做如果不好吃 你就拿着鸡汁来我家找我 五花肉不要老是红烧了 像我这样做的醋烧肉 软乱入味 肥而不腻 只需要看一遍就能学会 切好的五花肉冷水下锅 放姜葱 尿酒 撇去浮沫后给它捞出来 再放入清水中清洗干净 砂锅里面放葱姜和清洗干净的五花肉 放一小块老冰糖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再放入300克黄酒和200克陈醋 慢过五花肉 喜欢吃辣的来几个干辣椒 盖上盖子焖煮30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一口一块太过瘾了 赶紧试试吧 上次做的剁椒鱼头 好多朋友说不正宗 其实那是一个家庭做法 今天就把我重铸20年的经验 和你们分享一下什么叫正宗的剁椒鱼头 首先把一条被我气死的花莲鱼 在鱼肉厚的地方多打几个花刀 这样能够更好的入味 然后准备一点葱姜水 将鱼头浸泡五分钟 这样可以更好的去除鱼腥味 这个时候我们把切好的小米辣用清水清洗一下 同时也能洗掉辣椒籽 锅里油热下入屏幕上的香料 开小火慢慢熬 把它熬香熬干就可以捞出来 等油温稍微低一点下小米辣 姜末 蒜末和豆豉 小火把香味熬出来后 放盐 30香 毛油继续熬个两分钟 美味的剁椒就做好了 随后把熬好的剁椒浇在鱼头上 盖上盖子大火 上去蒸15分钟 撒上一把性感的葱花 最后淋上热油就可以开吃了 如果你再收服正中 我就提着鱼头去你家叫你 如果家里来客了 你就做这道蚝油生菜 寓意生菜 喜欢的可以收藏试试 首先在清水里加点盐 将生菜浸泡个10分钟 这样可以更有效的驱除残留在生菜上的脏东西和虫卵 然后锅中烧水放点盐入的底味 加点油烫出来的生菜翠绿不发黑 烫个10秒钟赶紧捞出来 另计锅下蒜末 半勺蚝油 给它炒出香味 加入一勺长姜水 生抽老抽一起抽 少许的白糖 大火烧开淋入水淀粉勾芡 浇在生菜上即可上桌 生菜这样做清脆爽口 学会了客人都夸你厨艺高 我跟你说啊 以后像这种螺丝椒除了炒着吃 你还可以试试我这个腌辣椒 开胃又下饭 这种螺丝椒皮薄肉脆 洗干净后再像我这样一切四半 放蒜片姜片小米辣香菜段 撒上适量的盐 拿你的双手轻轻的拌匀腌制一小时 锅中油热下入屏幕上的香料 记住了一定要开小火慢慢熬 将它熬至色泽金黄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加两勺生抽 两勺香醋适量老冰糖和半勺老抽 烧开熬至冰糖融化以后 放凉倒入腌好的辣椒上面 左手抓匀腌上两个小时即可开吃 喜欢赶紧试试吧 辣椒炒肉看似简单 但你知道是先炒辣椒还是先炒肉呢 很多人到现在为止都搞不明白 首先锅不要放油下螺丝椒 将它炒至断生以后盛起来备孕 另几锅放五花肉 炒熟炒香后再炒出它的牛油 然后放入蒜末小米辣 一勺豆瓣酱和一勺老干娘 继续给它炒出香味来 再放毛油料酒和一小勺生抽 今天就不跟你们要小红心了 只希望你们学会就好 倒入青椒 翻炒几下以后 只需要来点鸡精和白糖调味就可以了 辣椒炒肉这样做辣椒不辣 肉片不腻 学会了你老公天天买肉让你做 我告诉你啊 以后把这种豆腐买回来 不要总是麻坡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特别的好吃 先把比我还老的豆腐倒成小块 开小火慢慢的煎 煎至三面金黄 碗中放大葱生抽 老抽 毛油 白糖 淀粉 半碗清水 左手给它搅匀后倒入煎好的豆腐上面 在小火焖了两分钟 然后大火收一下汁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豆腐简单方便又好吃 学会了又是一道拿手菜 蒜苗炒肉看似简单 那怎样才能把它做的好吃又润味 先把两块一斤的蒜苗切成段 油热下五花肉 炒熟炒香炒出牛油 这个时候喷点香醋 能让猪肉吃起来口感会更嫩 再淋入点尿酒 把酒的香味留在肉里面 然后放蒜末小米辣 下入蒜苗 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要开小火慢慢的煎炒 当你能听到噼里啪啦的时候 放点盐 来点生抽 随后开大火翻炒两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夸你厨艺高 你知道烧烤店做的蒜蓉小龙虾 烤生蚝为什么都那么好吃 那是因为他们偷偷在里面放的就是这个蒜蓉酱 首先新鲜的大蒜剁成米 千万不要用搅蒜机 那种用搅蒜机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 熬出来的蒜蓉酱一点都不好看 配点小米辣 来点姜末 然后用清水洗去苦涩味 这样在熬的时候不容易糊 再把它的水分挤干 油温两成热到入蒜蓉 小火熬个三四分钟 直到熬出香味 放盐 白糖 生抽 毛油 搅匀至调料融化 再放点白醋降低辣味 零几滴白酒增加香味 当你家楼下能闻到香味的时候 就制作完成了 这样熬的蒜蓉酱做啥都好吃 赶紧试试吧 上次做的蒜香排骨火了 很多人都说炸不熟 而且还咬不动 那只能说你的排骨没炸到位 今天这个方法你们看好了 先把排骨剁成小块 水中加一勺盐搅匀至融化 放入排骨浸泡个十分钟 这样能使排骨做出来更鲜嫩 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竖起大拇指看看 洗出来好多脏东西 然后再挤干水分 放洋葱末 姜末 蒜末 用热油剂发出蒜香味 再加盐 鸡精 胡椒粉 尿酒 生抽 毛油 用左手抓匀腌制二十分钟 然后打入两个鸡蛋 加入两勺面粉和一勺淀粉 干的就加水 试了就加粉 抓匀让每块排骨上都过上面糊 油温五成热一次放入排骨 每天都在叫你们使用的家常菜 手里有小红心的就麻烦帮忙点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 小火炸个五分钟 炸成这种表面金黄酥脆即可捞出 这样做的蒜香排骨 你要再说咬不动 你就拿着排骨来我家找我 每年到了新蒜上市的季节 我都会淹上几盘糖醋蒜 只要按照我这个方法 吃到过年也不会坏 新鲜的紫皮蒜去掉外皮 放盐水中浸泡四个小时 不仅可以减少大蒜的辛辣味 而且吃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口气 然后再捞出来 给它偷朝下晾干表面的水分 锅中放一勺红糖 一勺冰糖 一勺白醋 两勺陈醋 一勺生抽 半勺盐巴 倒入半瓢清水 大火烧开后放凉备孕 准备一个无油无水的罐子 把晾干的大蒜放进去 倒入放凉的料汁 后盖密封三期二十三天 这样做的糖醋蒜清脆爽口又开胃 不管你是配个小酒 还是喝个稀饭 那是没得说 赶紧收藏试试吧 以后要是做红烧茄子 可千万不要过油了 那样做既浪费又麻烦 首先茄子切滚到快 加炒菜两倍的盐 将它腌制二十分钟 腌出水分后倒入清水 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然后再把水分挤干 加一勺淀粉 拿你的左手拌匀后备匀 碗中放蒜末 小米辣 盐 白糖 生抽 毛油 适量长浆水 搅拌均匀之后备匀 锅中油热倒入茄子 今天就不和你们要小红心了 只要你们能学费就可以 炒至茄子变软即可倒入料汁 红烧茄子可以稍微多留一点汤汁 特别的下饭 快点去做吧 红烧狮子头可是家喻户晓的一道菜 只要你咬上一口 软糯脆爽 满口的肉香味 首先我们要选这种三肥七瘦的猪肉 然后再给它去掉猪皮 为了保留传统狮子头的制作工艺 肉末我选择用手剁 可以吃到剁出来的肉里 鲜嫩多汁 入口即化 剁好后放盐 胡椒粉 生抽 毛油 葱花 姜末 打入一个鸡蛋 这个时候要用力不停的摔大至圆性 将肉末打上筋后 放入适量的淀粉 再顺时针的搅拌至有粘性 在手上磨点油 这样挤出来的大丸子又圆又光滑 油温五成日一次下入丸子 每天都在叫你们试用的家常菜 手里有小红星的帮忙点一下吧 真的非常感谢 炸成外表金黄即可捞出 起锅油热下葱姜蒜和八角干辣椒 爆出香味 倒入适量的清水 放生抽 老抽 毛油 盐鸡精和白糖 再下入大丸子 小火焖煮10分钟至熟透 然后再开大火稍微收一下汤汁 把丸子加出来摆入盘中 捞出汤汁里的料渣 再次烧开后用水淀粉勾个保险 淋在丸子上面 料每个丸子上都裹满千枝 这样做的红烧狮子头 肥瘦事宜 肉香四宜 马上端午节了 给你的家人做起来吧 酸菜鱼大家都会做 但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今天我来教你们一个绝招 首先准备一条黑黑的草鱼 去头去骨后再去掉鱼排 片鱼片要讲的方法 要斜到30度角 成推拉式的片 厚度3毫米左右 今天就不跟你们要小红星了 只希望你们能够学会就好 切好的鱼片放盐 抓拌均匀至粘手状 倒入葱姜水 抓匀让鱼片吸干水分 加半个蛋清 继续抓拌均匀 放入淀粉 这才是鱼片正确的腌制方法 最后加油锁住水分 准备一包老坛酸菜切成片 配点野山椒 起锅烧油下入鱼骨 煎至两面金黄 煎过的不仅能去除鱼腥味 熬出来的汤也会更浓白更香 再放入切好的酸菜 将它的香味炒出来 加入适量的开水 开大火把它熬到金黄浓稠 根据自己口味放点盐和白醋 再次烧开后捞出来垫在盘里 随后陆续的下入鱼片 先不要动它 等到完全煮定型再推几下 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放点葱花 蒜末 白芝麻 简单的炸一下油 这样做的酸菜鱼 鱼片饱满 嫩滑 汤汁金黄浓郁 赶紧搞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